哈喽大家好,我是凯奇 经过昨天的休息日 世界冠军候选人赛迎来了第11轮的较量 那么在第11轮的四盘对局当中呢 老将格里斯丘克直白战胜了法国特级大师瓦歇尔拉格拉夫 荷兰棋手吉里击败了中国伊哥丁丽人 那么另外的两盘棋呢以核棋告终 领先的涅波姆尼亚棋战平了美国特级大师卡罗阿娜 那么另外一名俄罗斯棋手呢 阿里克勤科是直白跟王浩下成了核棋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这四盘棋是怎么下的 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领先的涅波 对阵美国特级大师卡罗阿娜的对局 那么白棋呢走了冰到E4 黑棋呢E5 马F3 马C6 马C3 马F6 那么在马C3马F6之后啊 我们把这个开局叫做四马开局 那么是一个非常四平八稳的一个下法 那么白棋呢在这个局面当中走了冰到第四 当我看到这个局面的时候啊 我就想 那么这盘对局的结果大概率就是一盘核棋了 因为白棋这个第四的下法呢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稳健的一个下法 那么涅波呢选择这个开局也很符合他的比赛策略 因为呢他现在领先整整一分啊 那么在之后的这个比赛当中呢 他当然是希望能够这个下的更稳健一些啊 那么这个开局呢我曾经直白也多次下过啊 目前为止我下这个白棋还没有输过棋 那么我的对手们包括很强的特级大师啊 那么以及比如说前世界亚军加塔卡姆斯基啊 那么白棋这个下法呢是非常稳健的一个走法 那么对局当中的第四 黑棋走了一吃第四 马吃第四 黑棋向到B4 马吃C6 兵吃向第三 黑棋走了第五 白棋呢异地吃掉 那么黑棋在这个局面当中的走了短一位 卡罗阿娜呢还是想要做一些这个尝试 虽然他是黑棋 但是他选择了一个相对复杂的变化 那么在这个局面当中的黑棋最自然和最正招的招法呢 当然就是CD吃回啊 那么这个局面应该就是一个近似于军事的局面 那么黑棋在这个局面当中的短一位 弃兵 那么白棋呢在这的时候 涅波啊也没有去接受对方的兵 而是走了短一位 那么黑棋呢向到祭祀打后 白棋兵到F3 黑棋退向白棋呢走了向到祭祀 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个卡罗阿娜呢还是想要挑起一些局面的战火 所以呢他弃掉自己的C6 但是呢涅波今天呢也无心恋战 他也没有接受对方的C6兵 而是快速出动自己的子力 向到祭祀 那么对局当中呢 黑棋走了后到D6 白棋向吃F6 后吃F6 DC吃掉 向吃C3 兵吃C3 后吃C3 那么向到E4 现在呢在这个局面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白棋呢暂时多一个兵啊 但是呢黑棋在向G6之后 对掉白棋的这个E4向 那么C6兵呢就失去了保护 那么这个局面呢就是一个比较军事的局面了 对局当中后到D7 GAD8 抓后后吃C7 后C5将军 躲王 吃掉 吃掉 车C8 后到D7 后到C6 那么对局当中后吃A7 后吃E4 虽然白棋呢暂时多一个兵 但是呢C2兵是被捉死的了 那么这个局面呢 应该说就是一个非常军事的局面 那么现在呢黑棋准备车吃C2 然后让自己的车呢进入到对方的次底线 从而呢进攻G2兵 那么涅波呢在这个局面当中走了 车到E1 进攻对方的后逼黑棋后吃到C2去 那么这样的话这个车就走不到C2了 那么黑棋呢后到C2 A4 后C5对后 那么双方呢就进入到了一个车兵残局 那么虽然呢白棋有一个远方通路兵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局面当中也不足以迎起 对局当中A5 车A8 A6 H5 给自己的王开个窗户 那么车FB1 王H7 车B6 车A7 王G1 车C2 断住对方的王 不让对方的王爬出来 H3 F6 GA3 王G6 那么双方呢交换了几步招法 那么在这的时候呢 G到D2 实际上白棋呢如果直接吃掉这个H4的话 黑棋就可以车到A2 那么把这个A6兵前后夹击 那么就是一个合棋了 所以对局当中呢走了G到G4 将了一局 那么王到F7 然后呢再吃 但是对局当中还是车A2 把这个兵抓死 白棋呢多了一个GB7的变化 但是车吃B7 A吃B7 然后车到B2 从背后跟住对方的B7兵 那么对局当中车A4车B7 王到H2 双方呢就同意合棋了 因为呢这个局面的话 一人一个车两个兵啊 肯定就是一个合棋的局面 那么对于聂波来说 那么直白 虽然直白啊 那么下成了合棋 对他来说应该也是比较满意的 因为整个比赛的形式呢 他是领先的 那么卡罗阿娜呢 在赛后说 比赛呢还有最后三盘 所以呢他也不想过早的 就直接的孤注一掷 所以呢 最后呢 究竟谁会出现 我们这个拭目以待 好 那么现在呢 我们再一起来看一下 这个第二盘对局 那么在第二盘对局当中呢 我们会看到的是这个 俄罗斯的新生代棋手 今年23岁的阿里克琴科 对阵中国棋手王浩 那么白棋呢走了E5 王浩呢 E4 E5 马到F3 马C6 向C4 那么黑棋呢 走了马到F6 那么这个下法呢 我们把它叫做双马防御 英文当中呢 我们把它叫做这个Fred Lever 翻译成中文叫做炒杆开局 但是 几乎没有人知道 为什么这个开局叫炒杆开局 那么如果你知道的话 可以这个 把你的这个答案啊 打到我们的屏幕下 翻到留言板上 告诉我一下 为什么这个开局叫炒杆开局 那么对局当中呢 白棋选择了D3 是相对比较平稳的一个下法 如果要是马G5 进攻F7的话 那么就是一个众所周知的 一个双马防御的主变 也是炒杆开局的这个主变了 Fred Lever 那么黑棋在这个局面当中 可以走D5 那么就是另外一个变化了 那么对局当中呢 像C4 马F6 白棋走了D3 是比较稳健的下法 那么在D3走完之后 黑棋比较常见的走法呢 是出向到E7 或者是出向到C5 但是呢 王浩在这个局面当中 走了兵到H6 那么走了一步边兵 但是实际上呢 是预防对方 马到G5 威胁F7 那么白棋呢 走了C3 黑棋D6 白棋马到D2 那么接下来的这部棋呢 可以看出啊 王浩在这个局面当中呢 就是想要这个全取一分 那么对局当中 黑棋走了G5 非常非常这个 积极和主动的一个下法啊 那么黑棋呢 直接就挺起了自己的这个 王前兵 想要这个发动兵的风暴 然后呢 对白棋的王毅进行进攻啊 可以说是非常这个 积极和复杂 挑起战火的一个下法啊 那么实际上呢 这部招法呀 更多的是给白棋 一些心理上的压力啊 和表明一种自己的这盘棋 想要全取一分的态度啊 那么因为呢 在这个局面当中 走起G5的话 就表明 我今天对这个平稳的变化 不感兴趣 我们今天就是来战斗啊 那么所以呢 这部G5的话 心理战的意味更浓一些 那么因为呢 在这个局面当中 白棋还没有异位啊 所以这个直接冲兵的话 如果白棋应对得当的话 呃 其实也并 从这个客观上来说 也并不能够给白棋 带来太大的威胁 那么我们继续来看 在G5走完之后呢 白棋走了 马到F1 准备马跳到G3去 那么王浩呢 走兵到G4 抓马 对局当中呢 马回到第二 如果要是马H4的话 就会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小战术 马吃E4 那么对局当中呢 马到F2 那么王浩呢 在这个局面当中啊 依然下的这个 非常的积极主动啊 就像是宇宙流一样的下法啊 他走了D5啊 那么正常来说 如果我们发动了 侧翼进攻 我们是希望中心 成为一个封闭的状态当中的啊 但是呢 由于现在在这个局面当中呢 白棋的这个出子比较落后 这个马呢 还在这个底线 并且呢 向右被自己的另外一匹马所挡住 所以呢 王浩在这个局面当中啊 直接要打开中心啊 那么是一个非常宇宙流的下法 对局当中 吃掉 吃掉 那么白棋走了马E3 马吃E3 F1啊 那么现在所形成的局面呢 实际上 呃 之前也有人走过啊 那么 走的比较多的两种选择呢 分别是 冰到H5 和向到G7 但是王浩在这个局面当中 走出了一部新招 马到A5啊 那么这部招法呢 是之前从来没有人走过的啊 那么呃 跳马 直接要换掉对方的C4向 从而获取双向 那么对局当中呢 白棋走了短一位 马吃C4 马吃C4 那么王浩呢 走了向到G7 对局当中 兵到E4 H5 马到E3 那么后到D6 上后 白棋呢 选择了后到B3啊 非常有意思的一部招法啊 那么在这个局面当中呢 白棋后B3 威胁F7啊 那么进攻F7 王浩呢 短一位 白棋呢 在回后保护住自己的第三兵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白棋 也是非常有想法的啊 那么因为在这个局面当中 王浩后D6啊 这个思路就是准备出向 然后再长一位 因为呢 黑棋在这个局面当中 已经冲起了自己王毅的兵 H5和G4 所以呢 白棋在这个局面当中呢 想要去威胁F7 从而让黑棋呢 走短一位 这样的话呢 在短一位之后 我们会看到白棋自己的王 黑棋自己的王呢 也就没有那么的安全啊 所以在这个短一位之后 白后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所以回到老家防守自己的第三兵啊 可以看到白棋的这个招法 也是非常有想法的啊 那么对局当中呢 王浩呢 又走出了一步 非常有意思的招法啊 那么呃 王浩是一个非常有创造力的棋手啊 那么他的对局也是非常非常的精彩啊 非常有意思的 那么在这盘对局当中 我相信大部分的这个棋手 包括我自己 我可能会比较喜欢走向到E6 或者是车到D8 这种自然的招法 但是呢 王浩在这个局面当中啊 走得非常有创造力 他走了兵到B6啊 那么准备呢 把向走到A6去 然后呢 去进攻对方的第三兵 那么继续来看 白棋呢 向到第二 向A6 打兵 那么白棋 兵到C4 防守住自己的兵 车到D8 继续打兵 那么白棋呢 走了马到D5啊 去防守这个 第三兵挡住这条直线 那么在这个局面当中 王浩呢 再撤向回到C8啊 那我觉得就是一个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思路 因为呢 在这个局面当中啊 黑棋主要的反击点 就是在F5 如果要是白棋的马 一直在E3的话 死死的控制住F5的话 那么黑棋冲不起F5 这个局面的话 黑棋如果打不开中心啊 他的双向就没有作用 所以呢 王浩在这个局面当中 先来啊 这个假装去进攻对方的第三兵 然后呢 迫使白棋的马走到D3 因为如果你要是马F5 这个兵就被吃掉了 那么迫使对方的马退到D5 走到D5去 然后呢 再把向撤回来 支持自己冲兵到F5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王浩是非常有创造力 非常有想法的一名棋手 那么在这个局面当中 向C8好棋 准备下一步冲兵F5 那么在这个局面当中呢 顺便说一下 C6如果想要把对方的马赶开 然后这个去吃D3的话 实际上不行 因为呢 白棋可以走向到B4 那么逼你走C5 那么在C5之后 对方再向C3 这个马在这呢 还是一个铁马 那所以呢 对局当中 黑棋向C8 支持F5 那么白棋呢 吹A11 那么知道了黑棋要走F5 所以呢 白棋也先提前做好准备 那么王浩在这的时候 冲兵F5 那么白棋在这 直接EF交换了 那么在EF之后啊 这个白棋的局面呢 就落入下风了 在这个局面当中呢 白棋更好的招法呢 是冲兵到D4 形成一个爆炸兵型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局面当中 双方是会有机会的 那么对局当中 EF吃掉 向吃F5 向B4 C5 对局当中向C3 那么王浩呢 向到E6 然后准备去打掉对方的这个D5马 后到D2 车吃F1 车吃F1 向吃D5 C吃D5 那么在这个局面当中 王浩又走出了一步 非常这个专业啊 非常这个厉害的招法 那么很多 可能在看我们的视频的同学呢 呃 或者朋友们啊 可能这个在这的时候觉得 诶 有兵是不是直接要吃掉 但实际上直接吃D5 是一步坏棋 因为这样的话 就会给白棋 后G5的威胁 那么白棋 一旦后钻到G5之后 我们会看到 黑棋 很多的这个棋子 都在白棋 后的威胁之下 所以呢 在这个局面当中 王浩先走后G6 守住G5格 然后准备车吃D5 那么对局当中呢 白棋走了后到D1 准备把自己的后 走到B3 或者是A4 侵入白格 然后制造一些反击 那么在这个局面当中啊 王浩走了车吃D5 但实际上 这也这部棋呢 也是整盘棋当中啊 王浩唯一的 可能说是不太精确的一步招法 在这个局面当中 白棋后D1之后 黑棋最好的招法呢 应该是走兵到B5 那么为什么要走兵到B5呢 因为我们会看到 黑棋有一个黑格项 并且呢 他的大部分的兵啊 都是在黑格的 这样的话 白格呢 就是一些弱色格 所以呢 现在在这个局面当中呢 黑棋最好的变化是冲兵B5 守住这个后翼的白格 不让白棋的后轻易的从这个白格侵入 所以B5在这个局面当中 是最好的招法 因为D5兵呢 又是一个死兵 所以我们可以先控制住白格 然后再去吃这个兵 比如说如果要是后到B3 我们就吃掉D3 那么如果你D6的话 我们还可以走C4 再把D6拔掉 那么现在在这个局面当中 黑棋应该说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优势啊 那么这个 如果黑棋后面走的再精确一些的话 应该是一个赢棋的啊 那么但是呢 在对局当中王浩走了车到D5 那么但是在车D5之后后A4 虽然在这个棋盘上 我们会看到 黑棋是多兵的一方 但是呢 白棋可以在后翼上制造很多的骚扰啊 比如说A7兵是很弱的啊 那么对局当中车吃D3 后吃A7 黑棋呢 还是保持多兵 但是呢B6兵以及E5兵 包括黑棋的王啊 并不安全 所以呢 在这个局面当中 黑棋虽然多兵 但是白棋有很多的这个骚扰的走法 那么黑棋回车 守住底线 兵到A4 白棋呢 准备随时冲兵 然后破坏黑棋的这个兵链 那么对局当中车到F8 王浩呢 对掉白棋的F1车 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因为对掉对方车之后呢 白棋的王会比较削弱 对局当中车吃F8 向吃F8 后到B8 攻击E5 那么 将 将 那么接下来这个王浩呢 可能也是知道了这个局面啊 是赢不了的了 那么接下来呢 他但是 他还想做一些努力的尝试 所以接下来你会看到 连续十步的将军啊 王一二 将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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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最后吃掉啊 但是 在这个后到A4之后 黑棋 虽然多了第二支兵 但是呢 E5和B6 随时都会被白棋吃掉啊 那么白棋 后E5和后B6 在这个局面当中都是可以的 对局当中选择了后到B6 因为E5兵呢 还是一个弱兵 并且随时准备后G6将军 对局当中 将 将 冲兵 那么 打将 王到H7 后到D5 向到G7 后吃C5 那么这样的话呢 双方就是平兵了 子力是一模一样的了 那么将军 王F1 再将 冲 吃 那么将 那么双方呢 在这的时候不变 呃 就同意合棋了啊 那么 实际上在这个局面当中 确实也是一个合棋了啊 那么比如说在这个局面当中呢 呃 白棋 可以王到F1 继续再躲开啊 那么 黑棋实际上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找法 如果你吃掉的话 那现在的话 所剩的棋子太少了 比如说 这个 对方的回后啊 可以 这个 护住自己的王 那么 如果要是黑棋继续将军啊 比如说我们 后到一二 如果要是 当然了 黑棋再继续将军的话 还是和棋啊 那如果你要是 换掉后的话 反而这个局面是对 白棋更有利的了 因为刚才我们冲兵 冲得很高啊 但残局当中反而成为了弱点 这个H3兵反而 可能被这个 白棋的王给拔掉啊 所以呢 最后王浩呢 也是这个同意了和棋啊 那么我们现在呢 再来看这个 第三盘啊 我们今天要看的对局 也是这个分出结果的啊 分出胜负的一盘对局 那么是俄罗斯的这个老将 格里斯丘克啊 对阵马歇尔拉格拉夫啊 那么白棋呢 走了E4 黑棋C5 马C3 D6啊 那么在这个局面当中呢 白棋如果走G3就变成了 我们非常熟悉的 封闭西西里 或者叫做 Closed Sicilian 但是呢 对局当中 D4 CD 后吃D4 马C6 后到D2啊 那么这个 如果时间回到30年前啊 这个开局基本上是 非常怪的 因为退后到D2 挡住了自己的这个C1项 但是呢 最近这些年啊 国际象棋的开局 已经有了非常长足的这个发展啊 那么这个下法呢 在国际上被管放 管放的称为卡尔森招法啊 那么因为呢 就是在2018年 世界冠军卡尔森 最先把这样的一个招法 引入到实战 并且获得了不错的这个结果 所以在18年之后 你会看到很多这个特级大师们啊 都争相的去这个 呃 模仿这个下法 或者是受到卡尔森的影响 去走这个招法啊 那么对局当中呢 就是走了后到D2 虽然相被挡住 但是呢 白棋的思路就是准备B3 然后向B2形成堡垒项 那么对局当中 G6 B3 向到H6啊 这也是最为复杂的一个变化 兵到F4 马到F6 向到B2 冲兵到E5 那么对局当中 第九步 马到E2 这也是格里斯 这也是格里斯秋克呢 这个准备的新招啊 那么我的数据库当中啊 有33盘对局 白棋都是走G3 那么在这个局面当中呢 呃 在马G2之后 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局面 那么呃 之前没有人走过这步招法 那么在马G2走完之后 黑棋短一位 短一位 向到E6 王到B1 躲开斜线 对局当中A5 那么白棋呢 A4顶住对方的兵 那么现在在这个局面当中呢 黑棋走了后到B6 啊 那么法国特级大师在这的时候 还是想把后呢 放到这个白棋的王前 制造一些威胁 但实际上呢 我觉得马G4啊 在王毅上给对方 执行一些骚扰 可能是更好的一个选择 因为后到B6 从后面的对局上来看 也并没有任何的作用啊 那么对局当中 后到B6 白棋呢 冲兵H4 那么很遗憾 黑棋在这个局面当中 不能走H5了 对局当中车AC8 那么呃 白棋呢 走出了一步好棋 H5 那么这是一步局面型的弃兵 因为现在呢 我们会看到双方是一个 反向异位的局面 在反向异位当中呢 谁先能够把战火烧到对方王前 冲兵打开线路 谁就将会获得主动 所以H5是一步 非常有勇气 非常主动的一步招法 对局当中马H5 那么格里斯丘克 G3 那么先来稳一稳 守住F4 然后准备随时向G2 向F3 或者是向H3 换掉对方的E6向 从而呢盯住第五格 对局当中 马到B4 向到H3 向吃 车吃 向G7 那么对局 G4 马F6 G5 那么黑棋在这个局面当中 马H5 那么在这盘棋当中 马H5 就是一步错误 那么从后面的对局上来看呢 在马H5之后 黑棋呢 它的局面就直接差了 在这的时候呢 黑棋最好的招法 应该是可以考虑 马E4 直接弃子 那么在马吃E4之后 车吃C2 那么现在呢 白棋呢 多了一个青子 但是黑棋呢 多了三个兵 并且呢 能够在白棋的王前呢 制造反击 那所以在这个局面当中呢 黑棋应该是 有一些不错的机会的 但是在对局当中呢 黑棋在这盘棋当中 走了马到H5 那么 很遗憾 他没有走出最强的招法 那么瓦歇尔拉格拉夫呢 是非常擅长计算 和非常擅长这种 战术性下法的一个棋手 他的计算是他最擅长的 超强的一点啊 但是在这盘棋当中 他没有 没有走出这个 最复杂和激烈的下法 而且呢 在后面还有一个 非常致命的漏算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马H5对局当中 F5好棋 车FD8 F6好棋 那么在这个局面当中呢 格里斯丘克 走了非常好的招法 那么F6 可能很多棋迷 看的会比较奇怪 因为可能你会觉得 我们是不是应该 这个FG吃掉 这个G6兵 打开线路呢 但是实际上 在这的时候 F6更好 因为把对方的这个棋子 给挤压住 那么这也是 之前这个人工智能 Alpha Zero 非常喜欢的招法 那么F6 用自己的兵的圈住对方 那么对局当中 向到F8 那么马到G3好棋 换掉对方的H5马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局面当中 黑棋呢 就已经比较危险了 那么对局走了D5 黑棋呢 想要去在中心上 制造一些反击 E吃D5 马吃G3 车吃G3 那么H5 现在呢 我们可以看到 白棋换掉了对方H5马之后 进攻的思路非常明显 就是把自己的重子 跌到H线 然后沿着H线去进攻 那所以呢 在这个局面当中 黑棋呢 冲兵到H5 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防守招法 他希望于白棋呢 GH 然后呢 用白棋的这个H兵 来当黑棋王的挡箭牌 所以呢 在这的时候 黑棋走了H5 那么 格里斯周克 当然在这的时候 也可以GH 但是呢 他选择了后刀1-2 准备车H3 然后用弃子的方法打开 再一次打开一次线 对局当中 车C5 车H3 马吃第5 马吃第5 车吃第5 车H1 后到第6 那么准备车第1 因为呢 现在黑棋在这个局面当中 王的压力非常大 所以黑棋希望于 兑换重子 那么白棋呢 走了 王到A2 很好的一步招法 是一步预防性的招法 把自己的王先脱离底线 不给对方打将的机会 车到第1 那么现在我们会看到啊 对局进行到了第29步 那么 还有11步才会到达第40步 才能够到达第20线 那么瓦歇尔拉格拉夫呢 直黑的棋手 还有14分49秒 而白棋 格里斯丘克只剩5分钟了 在这样的一个复杂局面当中 5分钟还要再走完 接下的这个11步啊 是非常的困难的 因为这个局面特别复杂啊 那么对局当中啊 那么虽然时间比较少 但是格里斯丘克 还是选择了最强硬的走法 车吃H5 弃子 那么对局当中 GH只有吃掉 那么白棋呢 在这的时候走了 车吃H5 这步招法呢 是一步错招啊 是一步坏棋啊 那么在这的时候 GH5走完之后呢 白棋就让自己的胜利 溜走了啊 那么让自己的迎期机会 就这个 呃 溜走了 在这的时候 最好的招法呢 应该是 车到H3 然后呢 不要用车去吃下一步 后吃H5 然后准备在这个H线上绝杀 但是呢 由于只剩下五分钟了啊 那么在这个局面当中 格里斯丘克呢 走的呃 也没有特别的精确 车H5 那么现在呢 在这个局面当中 黑棋走出了唯一的一步 能够防守的招法 那么对局当中 车第四 非常的好啊 那么是一步 唯一的防守的招法 那么在车第四之后呢 白棋走了 车到H1退回来 准备后到H2 或者是后H5 现在的话 如果白棋直接后H2 准备车H8杀王的话 那么黑棋在这个局面当中 就会有一个 强制的合棋的变化 那么车吃A4 BA4 后16打僵啊 那么在王B1之后 车到D1 向到C1 后B6 那么就会有一个 长江合棋的局面啊 所以呢 在这个局面当中 呃 车第四之后 格里斯丘克啊 虽然时间比较少 但是还是努力争胜 车吃H5 先守住自己的底线 那么对决 车吃A4 王到B1 那么黑棋在这的时候 走了后到D5 那么从后面的对局上来看呢 后到D5是一部坏棋啊 那么这个瓦西尔拉格拉夫呢 在后面出现了一部漏算 所以他这部后D5呢 是一部坏棋 他的思路呢 是想进攻这个H1车啊 那么其实在这的时候 最好的招法呢 黑棋应该走车到H4 气环 然后同时强制对后 在车H4 后D1 后D1 车第一之后 那么王A2 车到D2 双方形成了一个 车向四兵的一个残局 那么虽然白棋看上去 在这个局面当中 还是略占优势的 但是黑棋在这个局面当中 如果防守精确的话呢 应该是一个合棋的结果 但是呢 在这盘对局当中呢 直黑的法国特级大师 那么并没有去走这部 这个GH4 而是走了后到D5 那么他应该是出现了一个漏算 对局当中后H5 后吃H1 后吃H1 车到G4 向E5 那么在这个局面当中呢 黑棋走了车到G5 这步棋呢 应该是一部漏算 他算错了 那么比较好的招法 应该是车到E8 比如说威胁这个项 那么为什么车击5不好呢 因为他漏看了后到B7 那么现在呢 黑棋虽然进攻白棋的E5向 但是实际上是不能吃的 因为如果要是车吃E5的话 后到B2将军 那么黑棋只能够把自己的王走到H线上 再后H2 把这个车就给抽掉了 所以后B7这部招法呢 是非常厉害的招法 你可以看到 现在对局进行到了第37步 虽然格里斯丘克 这个只剩下一分47秒了 面对着非常大的时间压力 但是呢 他依然看到了这个小的战术 可以说这个格里斯丘克 在面对时间压力的时候 应该是9并乘1 因为他经常面对时间压力 后到B7 对局当中车到D2 格里斯丘克向到C3 车12 后C8 车G1 上王 车到G2 那么现在呢 双方已经到了这个第40步了 双方已经进入到第二实现了 你可以看到这个 在左侧的时间 双方新的这个 50分钟还没有加到棋盘上 因为要等这个第一实现 所有时间都走完 然后才会再加到棋盘上 这是这个其中的问题 那么对局当中呢 格里斯丘克走了 向到A2 车吃C2 后吃C2 那么在这的时候 出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 那么格里斯丘克呢 在这个局面当中 他已经平稳的渡过了第一实现 那么他在赛后采访的时候 他说按照他的习惯 一般他进入到第二实现之后 都喜欢比如说站起来 然后去抽一根烟 然后休息一下 然后再继续回来战斗 但是呢 在这个局面当中 他发现了黑棋的这部向A3的招法 那么他觉得在向A3之后呢 虽然最后应该白棋还是一个赢棋 但是呢 想要赢的话就比较困难 因为向A3在王B1吃掉吃掉之后 由于F8向已经走开了 黑棋的王呢 可以快速的去走到后翼 从而达到防守B3兵的作用 但是呢 在对局当中 那么后C2之后 他看到了对方向A3 但是呢 他没有站起来像往常一样去抽一根烟 因为他想给对方一些心理的暗示 想给对方暗示 就是向A3这部棋没有用 想要让对方呢 快速的走出这部非常自然的车吃C2的招法 那么结果呢 他的这种心理暗示奏效了 那么在这个后吃C2之后 那么黑棋已经重新的有了第二实现的50分钟 再加上这两分钟52分钟 那么实际上瓦歇尔拉格拉夫应该 这个用他的时间去思考两种招法的不同的 但是呢 也许是对方给了他一些心理暗示 也许是他觉得区别不大 他很快就走了 车吃C2 那么导致在王C2之后 这个局面立刻就要输了 因为呢 F8向挡住了黑棋的王 导致黑棋的王呢 并不能够像刚才一样 很快的走到后翼去 那么在这个局面当中 B3兵将会立功 那么白棋就要赢棋了 对局当中王H7 王到D3 王到G6 向C3守住 那么王到F5 你可能会觉得 在这个局面当中 黑棋是不是可以去吃掉这个兵呢 但是在你吃掉这个兵之后 我们会看到 白棋的这个兵太快了 黑棋的王呢 没办法去进入到 白棋兵的小正方形里面 那么所以在这个局面当中 白棋就必胜了 所以向C3之后 黑棋走了王F5 王C4 不要着急冲兵 我们可以用一个撞肩膀 或者叫做肩冲法 用王挤住对方的王 是一个比较好的招法 王E6 B4 对局当中向到D6 如果要是王D7的话 那么白棋先走王B5 王走到兵前 然后撞肩膀 然后支持自己的兵生变 就是一个铁定的赢棋了 所以呢 黑棋走了向到D6 但是B5之后 这个黑棋就认输了 因为这个局面 没办法去阻止白棋的兵了 那么很遗憾 这盘棋呢 这个法国特级大师 在这的时候就只能够停征认输了 那么我们会看到 这一盘棋实际上也是这个 对于黑棋来说 是非常不幸的一盘对决 我们可以看到 在最后经过了这个长时间的战斗之后 那么瓦西尔拉格拉夫呢 也是对自己的表现啊 应该是非常的失望 因为在这个去年的第一阶段的比赛当中 他还是领先的啊 那么但是呢 在今年的这个第二阶段的比赛 他的发挥呢 并没有达到他的预期啊 所以我们会看到 他的这个也是难以 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啊 非常的难受 我们可以看到 这也是很痛苦的啊 那么作为棋手 我非常能理解 那么我们现在呢 再来看这次 这个第十一轮当中的 另外一盘对决 那么由 中国棋手 丁丽人直黑 迎战 荷兰棋手 吉里的一盘对决 那么白棋呢 E4 E5 马F3 马C6 向B5 西班牙开局 那么向C6啊 这部招法呢 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走法 大概三四十年前 1970年代啊 这个下法应该是 非常 曾经风靡一时啊 但是现在的话 已经很少有人下这个变法了 向C6 DC 那么白棋呢 走了 兵到D3 那么黑棋在这个局面当中 走了向到D6 也是相对比较少见的一个走法 白棋呢 马D7 回马守住这个兵 走的人是比较多的 那么丁丽人呢 也许是想要脱离 对方的布局准备 所以向到D6 那么马到D2 向到E6 对局当中马B3 后一棋 马A5 我们可以看到 吉里的这个马 跳的很有意思啊 直接把马跳到 这个棋盘的边线上去 但实际上在A5 也是一个 对马来说很好的位置 可以呢 不断的 对这个B7和C6 施加压力 B6是不能走的 因为C6兵呢 就要被吃掉了 那现在呢 丁丽人就面对着 面临着这个 两个不同的选择 那么他可以走 车到B8 去防守这个B7兵 然后准备短一位 那他也可以长一位 跟对方形成反向一位啊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 局面当中呢 丁丽人毅然决然的决定 跟对方长一位啊 想要去走 走出一个对攻的局面啊 因为在这样的一个 比赛当中 只有冠军 才是有意义的 因为只有冠军 才能够获得 对世界棋王卡尔森的挑战权 所以呢 每一个人 在第二阶段当中 每一盘棋 都是非常重要的啊 那么 丁丽人在这个局面当中 走了长一位 用自己的王守住 然后形成反向一位对攻 对决当中 后到一二 向到祭祀 兵到C三啊 那么在这的时候啊 丁丽人走了 兵到C五啊 那么我在看直播的时候 看到这部棋 实际上我是 比较奇怪的啊 那么 也许是丁丽人呢 就是有点这个 低估了对方 后翼上的进攻 那么丁丽人的想法呢 可能是先控制住 对方的后翼进攻 然后准备C六向C五 把这个马赶走 然后再对白棋的王 发动进攻啊 但是实际上 我们都知道 在反向一位攻王当中 呃 大部分情况下 或者是 这个绝大部分情况下啊 都是要比这个兵的 冲兵速度的 所以在这的时候 与其C五 还不如就直接 在对方往前去进攻 我的电脑啊 那么 雪鱼十三 在这的时候 比较推荐走 一步非常怪的招法 车到G八啊 那么我相信 人类棋手应该 不太容易走出这步招法啊 那么 他的思路呢 就是准备随时的 这个马跳到H五 或者是G五 然后去进攻啊 那么 在这个局面当中 比如说白棋要是 呃 走兵到B四 那么黑棋在这个局面当中 可以马上就冲兵到G五啊 那么 就对这个 白棋的王前 进行一些威胁啊 那么就双方是一个 就是互杀的一个局面啊 但是丁丽人呢 在这盘对局当中 走了C三 想要控制住B四 也想要控制住D四啊 但是 效果并不好 因为白棋在这个局面当中 A三啊 下步又要走B四了 所以这个控制 B四格是控制不到的啊 那么对局当中 C六 B四 向到C七 打马 那么白棋的走了马B三 那么马C四 应该是更好的一个选择 对局当中 马B三 想要继续的去威胁C五 那么丁丽人 马D七 H三 H三 赶马 那么现在呢 向到H五 退向 对局当中 向E三 继续的威胁C五兵 那么丁丽人呢 走了兵到F五 那么 治自己的C五兵于不顾 反而呢 再棋一兵啊 非常激烈的下法 向吃C五 后到F七 打马 对局当中 车到B一 防守 那么丁丽人呢 G五 那么也是 继续的挑起战火啊 走得非常的凶悍 对局当中 EF 那么在这个局面当中呢 丁丽人走出了一波 可以说是败招吧 这部棋走完之后呢 那么 黑棋整个在王毅上的进攻呢 就荡然无存了啊 那么 在这个局面当中 他走了兵到G四啊 也许是 他 露看了白棋 接下来的两步招法啊 那么 实际上最好的招法 应该是 后到F五啊 然后下一步再走G四 比如说在这的时候 白棋也不能够走G四 因为向吃 兵吃 后吃 然后 比如说你要是 王走到H一 那么我们再走 H四 这条斜线再打开 下步挥H三 那么也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啊 那么 在这的时候 后F五之后呢 下步走G四 应该是比较厉害的 那么 黑棋呢 依然可以保持自己 在王毅上的这个攻势 但是对局当中呢 黑棋走了 呃 直接冲兵到G四 没有走后F五 那么就给了白棋 马G五的机会啊 那么 马G五之后 后F五 然后白棋呢 在这的时候 H四好骑 那么H四之后 直接 保护住自己的G五马 然后整个我们会看到啊 白棋在王毅上的进攻呢 就 被 控制住了啊 没办法再去走任何的这种 突破性的招法了 比如说 现在你要是 在这个局面当中走 G三是不行的 因为H五向是没有根的啊 那么在这的时候动不了了 已经啊 那么 如果你要是H六 把这个马赶走的话 对方马E四 E四还有一个铁点 那么 你再走G三的话 那么 白棋简单的把自己的后走开 那么形成的这个局面的话 黑棋呢 并没有任何的攻势啊 那我们继续来看对局 所以在H四之后 这个丁丽人走了B六 也许是感觉在王毅上没有棋了 所以呢 后毅上要对对方的相进行威胁 但是呢 吉里在这的时候走出了一步 非常不吉里的招法 那么吉里呢 被认为是顶尖棋手当中的 合棋大师啊 因为在上一届的这个 世界冠军候选人赛当中的 吉里呢 是整个十四盘棋 十四联合啊 每一盘棋都下成了合棋 所以他也获得了这个 合棋大师的称号 但是在这盘棋当中呢 他走的也是很主动啊 B六走完之后 他走出了一步非常不吉里的招法 他走了马到一死啊 局面型的气象 非常的厉害 对局当中吃掉吃掉 虽然在这个局面当中呢 白棋并没有马上就能够 进攻黑棋的王 但是黑棋我们会看到 B线被打开了 而且呢 自己的王前非常的拥堵 那么现在在这个局面当中呢 吉里还威胁走第四 然后后吃A6 那么丁丽人在这个局面当中 已经非常危险了 对局当中 马到F6 想要给自己的王一个活路 但是呢 吉里马第六 非常好的一步招法 那么又是一个 非常准确的局面判断 相对于换掉对方F6马 那么白棋更愿意去换掉 对方的C7象 因为这个C7象呢 守住了B8格 守住了B6格 而且以后再王第七之后 这个C7象呢 还能起到一个盾牌的作用 扛住这个D7横线 所以马第六 是非常厉害的一步招法 相吃第六 C吃第六 车吃第六 那么对局当中 第四 打开斜线 准备后A6 那么兵到C5 马吃C5 那么对局当中呢 走了 车到E8 那么吉里呢 后到C4 准备闪将 那么丁丽人 在这个时候就认输了 因为现在的话 我们会看到 虽然黑棋呢 多了一个子 但是整个王前 是一片开阔地 那么线路全都打开了 而黑棋并不能够 给白棋的王 制造任何的威胁 比如说 你要是GC6 想要护住线路 那么白棋 简单的D5 把你的车赶走 那么这个车 我们会看到 没办法 同时防守直线 和防守这个横线上的A6兵 所以在后C4之后 丁丽人就停中认输了 那么这盘棋呢 也是非常可惜的一盘对局 那么丁丽人呢 应该说是非常强大的棋手 那么但是呢 在这次比赛当中啊 发挥的并不是特别的理想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比赛之后 吉里和丁丽人两个人的这个表情啊 也是非常的有意思 很有对比啊 你看丁丽人对自己的 这盘棋的这个发挥的失望 这个异于言表啊 那么而吉里呢 通过这盘赢棋呢 已经这个距离聂波呢 仅差半分啊 所以呢 吉里在这盘棋之后 赢棋之后 非常的有机会 你可以看到他也是志得一满啊 那么在这个整个的第11轮比赛之后呢 我们会看到现在的这个排名呢 俄罗斯棋手聂波是以7分啊 那么领先 那么吉里呢6.5分 卡罗阿娜6分啊 那么都还是理论上存在一些这个 这个晋级的机会啊 那么 最后还有三盘棋 当然也不好说了啊 那么 呃 很多棋手都很希望聂波去晋级啊 因为聂波确实是也是在这次比赛当中发挥的特别好 而且呢 很多人想要让聂波这个晋级的理由也是非常搞笑啊 因为他们认为聂波非常的下棋的时候表情非常丰富啊 是如果他要是进入到这个11月份的世界冠军对抗赛当中会给大家贡献更多的表情包 好 感谢大家收看 那么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然后请你点赞 关注 转发 给我更多的动力 让我继续的为大家提供更多优质的视频 谢谢大家观看 咱们下一个视频再见